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發出許多集合信號 依然沒有人要理我的尚恩 這次我們帶來是愛麗絲的神奇說 愛麗絲在體驗服呢有進過了一個修改 當然她沒有改強 只是呢她把特效改得更加豐富喔 等等呢我們可以看看 那右上角呢是我們愛麗絲小姐姐的出裝及RLE 這一場開始呢我們會稱呼愛麗絲為小姐姐 雖然她看起來像一個小妹子喔 說不定呢她裡面是一個五百歲 活了五百歲的老婆婆 一開始呢我們是給敵方的莫拉壓力 然後躲過敵方小丑的飛彈 這邊我們趕緊逃命才行喔 教出我們的治癒 一開始呢我們只想看看她是藍開還是紅開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資訊喔 假設敵方是紅開呢 她就比較有機會去抓夏露喔 因此呢夏露要小心一點 那這一局呢我們會優先 優先確保我們猴子的發育喔 然後盡量多幫我們龍馬 因為莫拉吃完紅之後呢很有可能去抓她 而夏露我們的勇士射手呢 我們到中後期開始呢就保護勇喔 尤其是團戰的時候 前期呢先看看我們的龍馬 她好像不知道她露了出來 站有點外面喔 到鋒吸你OS 我都看到你啦你這麼大哥 這邊呢如果龍馬暈到的話是有機會的 恩... 敵方莫拉剛吃完紅BUFF 那這邊我們要說的是呢 雖然這是體驗服 但是這個觀念呢在台服同樣有用喔 注意下敵方莫拉在幹嘛 那我們這邊看起來呢先跟莫拉在玩喔 但其實我們是在確保我們的龍馬安全 這邊 如果龍馬用一技能拉近距離呢 一個普攻二技呢 就可以收到這個刀鋒喔 有點可惜 這裡我們發現敵方莫拉喔 掩護一下我們龍馬 基本上呢莫拉還是比較怕愛麗絲的喔 唯一不怕愛麗絲的英雄呢 應該是凱格魯斯 畢竟她不怕控制喔 那這裡我們叫我們隊友過來呢 幫忙抓一個莫拉 隨便一個龍馬或者中路過來都可以把她收掉喔 嗯 過來喔我們幫你加速 好像沒有人發現這個莫拉 難道她隱形了嗎 好消息呢是我們偷到這個古龍 想必這個莫拉一定很生氣喔 那今天我們要吃到我們隊友的經驗值喔 敵方愛麗絲也都在草叢 這邊可以注意到我們的護盾呢非常華麗喔 而且我們的技能的特效呢變得非常漂亮 這邊我們是可以蹲到這個小丑喔 嗯勇士沒發現我嗎 喔看來我們跟莫拉一樣都是隱形的 剛剛她直接上呢小丑跟她打喔 我們就可以把小丑收掉 看來這一局呢很多人的勢力都沒那麼好 這邊運到地方圖倫 補免傷害 最後 最後竟然不要活下來 掩護一下我們的猴子 這一邊呢我們就開始保護我們的勇了喔 畢竟小丑上屍之後呢就可以單殺我們的勇 這邊小丑已經損失一波兵線了 我們在我們的暈眩 牽制一下小丑 就盡量拖延她的時間呢讓她回不去 這樣子她損失不少兵線呢 我們是非常賺的 我們來看看這小丑幹嘛 喔這邊我們趕緊讓我們隊友過來喔 再發個信號 猴子還是狐狸隨便拿一個動物 我們就可以收掉這個小丑了 喔我們的龍馬呢被敵方擊殺 這邊小丑過來探草喔 暈眩補個大招沉默 最後 順利把她帶走 上路防禦她呢有點沒險喔 我們現在抓個圖倫 等她過強然後使用一個一擊呢 喔竟然被我們普攻的收掉 然後過來隨手上路兵線 呃這邊怎麼剩我一個人 剛剛不是還有一個狐狸跟猴子 我們夠贏一下這個刀鋒喔 讓我們狐狸跟猴子過來 爭取點時間向右走 然後果斷向左扭喔 我們愛麗絲非常棒的妖力呢 擬過了刀鋒 就我們活了下來 相當驚險 那這邊呢看一看呢 這非常帥的灰塵特效 這特效就讓我想起哥德爾 有人知道為什麼嗎 補個血呢快速來到戰場 我們來說說我們出裝奧義喔 這套出裝呢 到後期都沒有冷卻時間 因此呢純潔我們會出10顆 這樣子前期就10%喔 我們先來幫一幫我們隊友 丟個沉默 很可惜喔 沒救到我們猴子 這裡先不要打架喔 喔我們的利安竟然衝了上去 看來他跟猴子是好朋友喔 所以呢想要去溫泉陪他一起跑 我們幫忙守個冰鞋呢 然後繼續說我們的出裝 冰杖呢跟我們那本書去混入 只要出到這兩件裝備呢 我們的大招非常OP喔 又會緩速又會降低回復 團戰的時候呢只要放出來 勝率非常的大 而跑速鞋呢是輔助我們更好的放出大招 裝備的第二件第三件呢 他優先權非常高 要建議先買這兩件 然後呢我們會買去熱身 之後是買項鍊 項鍊的冷卻時間跟魔力呢都非常好用喔 愛麗絲如果拖到後期呢會不夠魔 而最後一件裝備呢 炎盾 炎盾出來之後呢可以防止愛麗絲被秒 如果你不知道炎盾的效果呢 就是開啟的時候 會把承受的傷害呢轉成護盾 然後他也有一個小小的德魯伊的效果 受到傷害的時候呢會恢復血量 掩護一下龍馬呢把這防禦塔拆掉 這邊看到刀鋒呢幫龍馬加個護盾 然後沉默 再丟個暈眩 這邊 補個普攻 最後順利反殺敵方 刀鋒 刀鋒寶貝 這把相當鑽喔 我們再清一下爆兵線 就可以把防禦塔一起帶走 我們幫龍馬把這防禦塔推掉之後呢 趕緊去下路幫我們的小丑 呃 幫我們的勇 我們不是間諜 星尼猴子有點打不過喔 幫他加個護盾 掩護他撤退 對 愛麗絲有個好處呢就是 很擅長掩護隊友撤退喔 他有護盾加速 也可以暈眩敵方 總的來說呢 我覺得愛麗絲是一個非常強的輔助喔 在台服呢 S排位這台也是絕對可以用的 那掩護一下我們的猴子 這時候我們的魔力呢不是很夠喔 差不多要回家 那這裡勇還在推呢 我們看可以推掉這個防禦塔 這邊勇過來幫忙點呢 馬上就可以推掉了 嗯 看他的勇並沒有要理我的意思 我們也人肉幽額的這個小丑喔 看小丑在哪 OK 這邊補個大招沉默加暈眩 順利擊下敵方小丑 這邊我們該回家了 希望勇呢可以推掉這個防禦塔 畢竟只剩一點點血喔 這特效呢還蠻漂亮的 有檸檬有椰子 有人會把椰子放在檸檬裡面喝嗎 趕緊補個魔再回到戰場 這邊呢也體現出我們跑出誰的好處 回補之後呢可以快速回到門隊友附近 雖然已經死得差不多 趕緊把這中路兵線清掉喔 這邊上路呢是來不及去支援 可是這樣子呢我們至少 呃 本來我想說至少可以拆掉一個防禦塔 但勇並沒有理我的意思喔 這邊想跟大家說一說呢 這是一個退塔遊戲 它不是殺人遊戲 不是吃野怪遊戲 也不是吃魔龍遊戲 就是退塔遊戲沒錯 當然至少我們擁有吃掉這個魔龍喔 至少還是賺的 找一放莫拉看他想幹嘛 先把他沉默住 我還是比較想殺這個圖倫 直接收到圖倫 非常不錯 如果你不知道呢 愛麗絲的職業是指揮官 我們就來帶領你們的隊友呢 順利獲得這個勝利 就是我們的首要目標呢 是拔掉這個中路防禦塔 循序漸進呢 一步一步來 把全部外塔拔掉 老大準備一波漂亮的團戰 這裡我們已經發出信號喔 看看勇還是沒有發現喔 還有一點懷疑呢 我到底是不是隱形 我們現在這個 跟著小丑單挑喔 那小丑一個進戰的周圍 躲過我們的1技能 可惜最後呢 我們還是用我們的權杖 用魔法把它丟死 打贏這場非常艱苦的戰爭之後呢 我們準備回補一波 回家吃個椰子 泡個溫泉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家要泡溫泉了 因為我們家根本就沒有溫泉 只有石頭 那這裡我們繼續我們的愛麗絲指揮官的 終極目標 就是拆塔 喔 感謝老天 我們終於把這防禦塔拆掉了 欸 看來有機會再拆一個 留著敵方刀鋒 這裡呢我們連招順序 應該先開大招了 先開大招的話呢 刀鋒就飛不走 但結果呢我們還是把它收掉 這邊我們血量呢非常不好 看來又要回家泡個 死 泡溫泉 但沒關係喔 我們看看要多少秒 36秒開始 我們回到先生只需要 大概差不多10秒 大概差不多10秒 已經非常快了 那掩護一下勇喔 後期開始呢我們勇盡量不要死 只要他可以一直發育呢 他就是我們的武器 我們的終極武器 基本上有愛麗絲跟勇呢 我們已經可以二打五了 勇要做的事情呢就是點普攻 我們可以幫忙控制 暈眩加速沉默等等 所以呢比起射手或者打野呢 刺客等等 我們輔助才是真正的凱羅英雄 輔助明明就很強很帥喔 希望呢排位賽你們有多點 能可以開始玩輔助 敵方都在下路 這邊呢我們覺得可以再清一波兵線喔 用我們的大招跟一技能 快速把兵線清掉 那這邊注意呢我們清掉兵線開始 兵線就會把防禦塔推掉喔 我們可以去中路打團 去中路打團呢可以把他們留在中路 這樣子呢就沒有人去守下路喔 這邊介紹我們利安的暈眩呢 直接把小丑暈死 抓敵方莫拉 這邊應該是可以把他收掉的 OK成功把他帶走 那下路呢也如我們計劃中被拆掉 一切一招只會關愛麗絲的劇本走 我們這個普攻呢 絕對不是想要偷偷看這個藍 我們的大招冷卻馬上好了 有大招呢拆塔相當簡單 就這樣 再丟個暈眩 發力塔就拆了 這層門魔力呢不是很夠喔 先刷到敵方刀鋒 然後遇著敵方圖倫 喔最後圖倫滑下來 當然小丑呢沒那麼好運 這邊湧過來點這個主堡呢 就可以拆掉主堡了 以上呢是我帶來的帥氣爆表的 超帥指揮官愛麗絲 很帥很帥 那影片的最後呢 如果你覺得影片不錯請點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話可以考慮訂閱 打開小鈴鐺呢 才不會多影片的通知 那最後呢有任何問題 或者關於愛麗絲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是尚恩 我們明天見 掰掰